道教确实 咱们是接眼前文 上回说在南齐的皇帝肖宝卷昏庸无道 逼返了一家皇亲叫肖衍 两边开兵建仗 打的是难解难分 一时之间难分高下 恰在此时 茅山之上有个老道叫桃洪景 派自己坐下弟子进斗军营来见萧衍 干嘛呢 献上屠衬 说什么叫屠衬呢 就是道教的一种政治预言 根据这屠衬就说这场仗啊 萧衍必然得胜 那您想啊 两边打仗本来实力相当 谁打不过谁 但好这边来一老道 说你们不是啊 肯定能赢 这是天意 那这一下 君威大阵呢 气了咔嚓打进京城 那昏君呢 也让人给杀了 那么这会儿论实力来说 就应当这萧衍当皇上 他虽然姓萧 也是皇族 但是呢 他是远亲 比他血统正的人有的是 那么如果说 另立一个傀儡皇上呢 他自个儿又不甘心 正在犹豫不决 陶红井又派坐下弟子来献屠衬 这回说什么呢 说这齐朝啊 国运当尽 应当改朝换代 根据屠衬来看 下一个朝代 国号叫梁 这一下萧衍乐坏了 为什么呢 这萧衍之前呢 曾经被封为梁王 这国号不正好 印在他身上吗 就这么着 改朝换代 南朝这边呢 就变成萧梁了 萧衍登基坐殿 这就是梁武帝 改朝换代 这是大事情啊 在古时候按照规矩呢 就应当举办祭天仪式 跟老天爷得说一声 那么哪天去呢 就派人去问陶先生 陶红井算来算去 最后选在了4月28 大伙一看还有几天呢 那等着吧 等来等去 等到头一天 4月27的时候 好 天上阴云密布 飘泼大雨 大伙全慌了 为什么呢 雨这么大 如果说明天不停的话 怎么祭天呢 现改日子来不及了 全国都知道了 如果说硬着头皮去 皇上成落苍基了 怎么办这个 一夜无书 转过天来 睁眼再看 好 真得说是想情博日 万里无云 大太阳天 皇上也高兴啊 带着文武群臣 就去祭天去了 祭完天 刚回到宫中 屁股还没坐稳当呢 外边乡 云升西北 雾掌东南 咔嚓一个闪 飘泼大雨又下来了 满朝文武呢 一个个暗条大旨 罢了罢了啊 这陶先生果然是神机妙算 要早一天被大雨临着了 晚一会儿也让大雨给临着了 就他选这个时段 哎 是个大太阳天 皇上也觉得挺神呢 心想这个人这么有本事 那应该来保着我呀 刷下一道圣旨 请他入朝为官 船指官员上了毛山 把这事一说 桃红井呢 把手一摆 哎 说我呀 在这山里边住惯了 离不开 你跟皇上说 我就不去了 船指官把画带回朝 皇上说 那你问问他去 山里有神呢 啊 离不开 言外之意呢 就说你真需要什么的话 我这也给你准备一份 实在不行 把你山上的东西搬起来不就完了吗 哎 串指官就去了 陶先生 皇上问您了 山里有什么呢 您离不开 陶红井呢 没说话 提起笔来 刷刷点点 写了一首五言诗 怎么写的呢 说山中何所有 岭上多白云 只可自一跃 不堪持赠君 那意思呢 山里边这白云 我觉得挺好 但这玩意呢 不能给你 拿不走啊 皇上一看这首诗 鼻子差点气歪了 白云我差哪给你弄去 那会又没有雾霾 是吧 要搁到今天这倒容易了 但这皇上不死心 心想这老道 是不是怕我给他官太小啊 就跟那传指官说 啊 你告诉陶先生 只要他愿意入朝 我奉他当朝一品 宰相之职 这传指官又去了 把话一说 陶红井呢 又把这笔提起来了 这回倒是没写诗 那干嘛呢 画了一幅画 什么画呢 二牛图 顾名思义 就是两头牛 一头牛呢 是家牛 身上胚着簪子 旁边堆着草料 动不着饿不着 但是呢 嘴上带着龙头 身后边有人拿鞭子抽着 再一头呢 是野牛 山水之间自由自在 皇上一看这幅画 当时就明白了 人家陶红井啊 不惜的当我这宰相 人家要的是自由 Freedom 心想得了 人各有志 不能强求 人家愿意在山里边待着 那山里边待着吧 但打这往后 没有军国大事 决定不下来的 都要派人骑快马 送上茅山 干嘛呢 问一问陶先生的意见 这陶红井啊 虽然说没入朝 但干的呢 还是宰相的活 这么着 大家伙送他一个绰号 叫山中宰相 陶红井这么一得势 那么道教呢 自然也跟着张官 眼看就要蓬勃发展 但万不料想 没过两年 这梁武帝呀 舍道是佛 改信佛教了 而且咱们得说 这梁武帝一开始 信这道教 主要是为了利用 哎 用来证明自己执政的合法性 但人家信佛呢 那是真信 何以见得呢 首先来说 为了盖这寺庙 把国库的银子都给掏空了 杜牧有一句诗 说南朝484 多少楼台烟雨中 梁武帝在位的时候啊 这寺庙还不止480座 多少座呢 据不完全统计 南朝这边有2000余座 光建康 南京这块就有700余座 光盖庙还不说 这梁武帝呀 还亲自舍身出家 这皇上当着当着不当了 自己溜溜答答 奔了同太寺 龙袍脱下 换上袈裟 当和尚了 第二天一上朝 皇上没了 大伙得问呢 哎呦 皇上哪去了 小太监说 皇上出家了 文武大臣一听 全都疾风了 家不可一日无主 国不可一日无君呢 出家了 像话吗 大家伙一块 赶奔同太寺 要求皇上还俗 这梁武帝呢 死去白咧不出来 大家伙一块商量主意 那怎么办呢 一块凑钱呢 要把这皇上给赎出来 哎 你出一点 我出一点 最后凑了一亿钱 哎 跟皇上说 您要是愿意还俗 我们就把这一个亿啊 捐给庙里 您要是不出来呢 这钱我们可不捐了 皇上正没钱盖庙呢 为了这一个亿 很不情愿的 回来当皇上 当皇上还委屈他了 梁武帝通过这件事 发现了一个致富的新方法 过两年就出一回家 过两年就出一回家 文武百官呢 就得砸锅卖铁凑钱 每年挣那点工资啊 还不够熟皇上呢 历朝历代 当官啊 都能挣钱 唯有梁武帝在位的时候 当官啊 赔钱 这皇上虽然还俗了 但他过的生活 跟和尚啊 一般不二 甚至来说呢 更加清苦 首先来说 一连好几十年不入后宫 什么三宫六院 七十二妃啊 全都浪费了 再有 人家吃饭呢 是过午不时 过了中午就不吃饭了 甚至来说 日中一时 哎 每天就吃一顿午饭 这还都是佛律上有的 关键这梁武帝啊 他吃素 在梁武帝之前 和尚是可以吃肉的 甚至来说 佛祖释迦牟 你本人 他也吃肉 佛祖只是规定 佛弟子啊 必须要脱波起食 说白了呢 就是要饭 那么施主给你什么 你就吃什么 不能挑三减四 这不吃那不吃 那不行 哎 如果说给你的是肉 你就可以吃肉 但是呢 必须是三净肉 但这梁武帝呢 根据不能杀生 这条戒律 哎 推广成不能吃肉了 下了一道断酒肉文 打这以后 中国的和尚就只能吃素了 从某种角度来说 这梁武帝比佛祖都信佛啊 有那么句话说的好啊 上有所好 下必甚烟 皇上这么信佛 那这佛教在南朝这边 唬的那是一塌糊涂 但社会资源是有限的 佛教这么一火 道教这边呢 就一落千丈 岌岌可危 那么陶洪景 作为南朝这边道教的领袖 看在眼里 急在心中 怎么办呢 思来想去 哎 道教在很多方面 也许不如佛教 但是道教有个绝招 只要你拿出来 那佛教是万万也急不上的 那么说 这陶洪景要用什么绝招呢 咱们是下回 再说 我